7.2強震震撼全台 尤其花蓮地區交通受到重創 而今明年假開始 總統張英文到台北車站了解書運情況 台鐵蘇澳新到鳳林站多處路段損毀 原定4號中午恢復雙線通車 但經過台鐵徹夜搶修 一早就恢復雙線運轉各班次正常 我昨天就要回去但我取消了 只要能回家應該都還好 擔心說停止的路段有沒有影響到 到底停到宜蘭還是停到哪裡 真的鐵路不通的話 還有客運可以搭 到某一個地方之後再接另外一個地方 雖然台鐵搶通 但蘇澳公路跟中橫公路都中斷 因此啟動海上接駁 從蘇澳港搭台北快輪到花蓮港 可載於230部小客車 不過是貨輪所以人車分流 民眾要先搭火車到花蓮 再搭接駁車到港口 而蘇澳公路受到重創 搶修要到年底 因此會盡快打通便道 就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6點 就可以變成便道可以通車 只能通小車 那如果是遊覽車或是大車 會到午夜底 那中橫大概4月10號左右 可以通過台8到14甲 然後就是14然後到國6 就是可以往北部或南部來走 強震重擊華蓮交通 政府立刻啟動陸海空因應措施 要讓民眾在連假期間 都能順利安心返家 再次環節日報台北參謀道